哈囉大家好,我是羅波浩 我現在在我手上的呢 就是三星最新推出的摺疊螢幕手機 Galaxy Z Fold 2 這次不管是產品外型 或是整個規格、應用方面 都跟他們的前一代Fold有非常大的一個提升 首先從第一部我們看到這個外螢幕呢 跟上一代比它的尺寸就有非常大的一個進化 前一代它是一個4.6吋的一個比較小的螢幕 而且它沒有做滿版的 那在全新的Z Fold 2上面呢 它做成了一個6.2吋的歐極線全螢幕 它的比例是25比9 可以看到非常的狹長 而且它做到了一個滿版的設計 所以說整個在使用體驗、觀看體驗 還有你的操作體驗上面 都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表現 打開之後呢 可以看到裡面是一塊7.6吋的歐極線全螢幕 這個螢幕尺寸也比前一代放大了不少 前一代是7.3吋 放大了1.12倍 那外螢幕的部分剛剛忘記講 它放大了1.63倍 所以這個成長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另外在內螢幕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跟前一代有一個很不一樣的設計 是前一代在前鏡頭的部分 它是用一個缺角的設計 這一次也同樣改成挖孔螢幕 所以說在整個一個視覺的體驗上面 它會變得更完整、更漂亮一些 不會有前一代那種畫面殘缺的感覺 螢幕的保護性這次也有升級 在外螢幕的部分呢 它採用的是康寧最新的 Gorilla Glass Victus的一個玻璃 它的強度會更強一點 所以說你一般在使用的時候呢 外螢幕的這個抗刮性是不用擔心的 那在打開之後 內螢幕的部分 它也是用了這個超薄的可責式玻璃 就是Ultra Thin Glass 它的一個硬度也會比前一代的 這個算是塑膠材質的一個軟膜 會更好一些 但是當然還是比不上外面的這個玻璃的硬度 但是相較之下呢 它在使用的安心度上面也會有一個提升 在內螢幕的部分呢 這次也支援了120Hz的高更新率 它這次也有動態的範圍調整 依據你不同的應用情境 它有不同的一個上下線 比如說你在一般使用的時候呢 它就是11Hz到120Hz一個動態範圍 如果你看影片的話 它就是24Hz到120Hz 那如果你在玩遊戲 它就會是48Hz到120Hz 這樣子呢 就可以在一個使用體驗 你的觀看體驗的效果上面 跟它的一個省電的表現上面 得到一個比較好的平衡 那每次講到這種折疊手機 就會有人一直在說那個折痕折痕的問題 那這一次呢 老實說以目前的技術來講的話 那個折痕問題是完全沒有辦法去避免的啦 所以說如果你仔細看的話 映照光線的話 它還是會有一個折痕的感覺 但是像在你在看影片的時候啊 你一般的視角下 其實你是感覺不到中間那個折痕的存在 這邊還是要去溝通一個觀念就是說 以往我們在做這種折疊式的機構的時候啊 你要想它中間是什麼 中間是黑邊耶 那個非常影響觀賞的一個體驗 那現在變成一個折痕的一個感覺 雖然你不能說完全的非常的完美啦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比起一條黑邊轉軸在中間 那個感覺已經是好太多了 整體的機身尺寸 這一代的Z Fold2 跟前一代相比呢 也稍微變寬了一點點 但是在厚度方面 剛剛實際看是沒有差多少的 所以它整個握感我覺得前一代是太細了 那這一代的話呢 整個看起來在視覺上跟手感上 我覺得反而是更平衡的一個感覺 像我現在自己使用的手機是 三星也是最新推出了這個 Note20 Ultra的部分 那它的螢幕呢 也是非常的大非常漂亮 但是老實說在一般我在使用的時候 像這種傳統的手機 你如果你要大畫面 它勢必就是會犧牲一點 單手操作性的一個手感 那這個狀況下在折疊的 Z Fold2上面呢 它單手操作性的感覺就非常的舒服 那一旦我今天要使用到比較大的畫面 來進行瀏覽 比如說我今天玩遊戲啊 或者是看影片 或者是上網瀏覽網頁的時候 我又可以去把這個螢幕打開來 去用更大的畫面來進行操作 那整個使用體驗呢 觀賞體驗你就會非常的好 所以這種折疊的螢幕手機呢 實際上是提供了使用者一個 更大的一個使用彈性 去針對你的不同的需求 當下的一個狀況 來進行大小螢幕的一個 很快速的一個切換 內外螢幕的鏡頭規格是一樣的 都是1000萬畫素的F2.2的規格 接著我們來看一下後相機的部分 這一次的後相機它的造型設計的元素呢 其實就跟Note系列其實非常的相像 都是一個方塊的造型 然後這次有三個鏡頭 分別是1200萬畫素的廣角主鏡頭 它支援PDF跟OIS光學防手震 光圈是F1.8 另外呢還有1200萬畫素的F2.2 123度超廣角 另外在遠距的部分 同樣也是1200萬畫素 光圈是F2.4 它可以支援2倍的光學變焦 然後搭配10倍的數位變焦功能 相機的應用這一次也有很大的進化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再講到 另外一個改善的部分呢 就是這一次在軸承轉軸的這個部分 也有所謂的進化 在新的這個設計裡面 它可以做一個多角度的固定 在75度到115度中間呢 它可以在任意的角度去進行固定 這個在應用上面 我們等一下後面也會提到 它有因為這個呢 所以譬如說你在拍照啊什麼的 都有一個新的一個應用 在180度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磁吸的一個支撐 所以說你在當作平板 這樣大畫面在使用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更穩固的一個感覺 不會晃來晃去的 除了多角度固定之外 這種軸承 這種轉軸的設計 它免不了還是會有一個細縫出現 所以有細縫 就代表它有入層的可能 所以就要特別去注重它防塵的問題 那這次Z4 II它也沿用了就是 新的一個防塵纖維的設計 它就是在裡面有那種小小的毛刷 所以說假設你有一個 灰塵從這個細縫進去的話 它在那個毛刷那邊 它就會把它擋下來 然後你這樣在開的時候呢 它就會把它做一個清除 所以說在裡面的部分 就比較不容易進層 也比較不容易說 因為有入層的關係 就傷害到裡面的結構 機身的側面線條 比起前一代呢 看起來也更加銳利方正一些 所以整個機身的一個感覺 是比較更洗練更成熟一點的 然後這邊我們可以看到卡槽 然後這邊是電源鍵整合指紋辨識的設計 最上面呢則是音量鍵 Z4 II它也有支援雙喇叭 分別在機身的頂部跟底部 那你打開的時候呢 它就是在左右兩側 所以說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它的一個立體感會更好 另外它也支援杜比全景聲的一個音效技術 所以對它的這個音質的一個表現 它的一個呈現效果呢 也會有加分的作用 那在硬體規格的部分 這一次全球版本配備的都是高通的S865PLUS處理器 記憶體是12GB 儲存空間是256GB 那在特定市場也會引進512GB的版本 電池的部分呢則是4500mAh 包括閃電快充2.0 無線閃充2.0 還有無線電力分享等等的功能呢 它也都有支援 接著我們來回到螢幕的部分 來講一下它的雙螢幕的一個使用體驗 首先在一般操作的時候 One螢幕其實你完全就可以把它當作是一般的手機來使用 所有的App都可以在這邊做操作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看更大的畫面 比如說這張照片 我想要有更好的一個觀賞體驗的話 我就把它打開來 它就有一個無縫的切換 我一打開它很快的 就會把外螢幕的內容吐到內螢幕上 它幾乎沒有太長的一個等待的時間 使用上面非常的連貫 那因為有這個大螢幕 所以我們要善用它的一個效能 還有它的螢幕的顯示範圍的空間 所以說這次在內螢幕的部分 一次可以開啟最多三個應用程式 所以說你就可以在一個畫面上面 同時去做不同的事情 那在外螢幕的部分 是可以支援到兩組應用程式同時開啟 那你也可以針對這個螢幕的分隔 去做這個分隔線的一個調整 或者是你要改變視窗的這個排序 也都是OK的 那在側拉選單的部分 你也可以把你常用的一個應用的組合 放到這邊來 這樣點一下 你就可以一次開啟三個應用程式 非常方便 在截圖的時候 你也可以選擇 你要保留其中一個應用程式的畫面 甚至在不同的應用之間 它有一個互通性 例如說我現在把這句話選起來 然後我就可以這樣點著 直接把它拖過來 它就可以直接把這個內容 複製到它的Samsung Notes的應用裡面 那除了這種全畫面的瀏覽之外 針對比如說像Gmail、YouTube、Spotify 之類的有經過優化的程式 它也有提供這種你可以折一半 然後它就會自動變成這種 分上下畫面的一個模式 所以比如說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放在桌上 然後調整一個舒適的角度 你就可以用一個很輕鬆的方式 直接把你的手機立在桌上來看影片 這樣就變得非常的輕鬆 然後底下這邊你還是可以去做滑動 包括說看留言、回覆或是什麼的 都可以在底下繼續的進行操作 在拍照的時候 它這邊也有很多種的一個顯示模式 包括你可以用這樣一個超大的畫面來進行拍照 或者是說你去折一下這個螢幕 它就會變成一個上下對半的模式 這樣你底下這邊可以進行操作 然後上面這邊就可以去做取景 然後旁邊這邊可以瀏覽剛剛拍攝的一個照片 那一樣在你直向的時候 你也可以去做這個切換 那我就可以用右邊這邊來進行一般的拍照操作 然後左邊這邊就可以直接瀏覽我剛剛拍完了一個照片 那這次很好的地方是 它也提供了自拍一個更好的一個選擇 你在拍照的時候 左上角這邊有一個按鍵 這樣把它打開來 然後我現在是用後鏡頭在拍攝 那我轉過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螢幕被打開了 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用外面這個三鏡頭模組 一個比較高畫質的相機來進行自拍 整個品質也會變得比較好一些 那講到相機這一次的相機功能也非常的有趣 除了我們在Note20上面看到了一個新版的專業影片功能 包括像這個收音的指向性設定 在這個Z4 II上面都可以使用之外 它這次還有了一個動態追焦的設計 就是說當你在拍攝的時候 它偵測到畫面裡面有人像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去縮放框到那個人的位置 然後那個人稍微有左右這樣走動 它的畫面也都會緊緊的跟隨它 那就算有兩個人三個人進來 它也會自動把這個畫面去做置中 所以說假設你今天 比如說你在做一個類似像採訪 或者是說在拍一個什麼影片 你一開始自己在講話 另外旁邊又有人要進來 那就可以透過這個功能 它就會有一個基本的一個運鏡的效果 非常方便 那當然還有一些是這個結構上的改善 所帶來的一個優勢 像是這次的軸承 它可以在任意角度上面做固定 所以說當你在自拍的時候 比如說或者是你在做一個視訊通話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子把它放著 然後放在桌上 你就可以很輕鬆來進行自拍 或者是在撥打視訊電話的時候 也就不用手拿著很累這樣子 在介面佈局方面 這一次提供了三個檔位來做選擇 如果你想要它打開之後 還維持一個比較像一般手機的使用體驗 那你可以選擇420 它的字、圖都會比較大一些 那如果你想要在畫面裡面 容納比較多的一個資訊量的話 那你可以選擇540ppi 那你就會看到它整個介面的佈局也好 或者是它的文字也好 都會變得比較密集一點、比較小一點 這樣在工作的效率上面也會有提升 然後最後我們來講到顏色的部分 這一次的Galaxy Z Fold 2 它總共有兩種顏色 分別是黑色還有金色 那另外這一次在特定市場的部分 它有針對這個軸層的側邊條的部分 它去做客製化的一個服務 總共有銀、金、紅、藍、四種選擇 所以說在整個搭配上面 就非常的多元化 那實際上後來台灣會推出什麼顏色 然後包括這個客製化軸層的這個服務 會不會在台灣推出呢 就要等後續台灣的發表會來進行公佈 那這次針對Z Fold 2的部分 就幫大家簡單的介紹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那更詳細的開箱或是測試 如果之後有機會拿到實機的話 那再幫大家做更進一步的體驗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還有開啟喜歡的鈴鐺喔 我是胖胖,我們下次見,掰掰